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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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四个人啊 在一块说呀 哎 确实很新鲜 同一回 而且巧的是呢 这个 云鹤九霄啊 还真是 哎 哦 哦 这 每个磕呀 还都出了一个人 是吧 我们 不敢说是派的代表 啊 我们也代表不了云鹤九霄 哎 只不过就是代表不同的年龄段吧 哎 差不多 是吧 哎对了 这回呢 我们单位有这么一个 小课题 嗯 要评选一下 好男人 哎 就是主题啊 这个 谢谢啊 怎么还有王一博 大家这个呼声都很强烈 谁是王一博 那个有人还喊 郭德纲 喊得漂亮 加分了 郭德纲先生绝对是个好男人 对 对 对社会啊 对家庭啊 以及对咱们单位 对徒弟们 他是关爱啊 是绝对是好男人 但是他不参评 呦 很遗憾了 哎 主要是在咱们这里边这边 得评选于好男人 就咱四个 对对对 那咱们现在就这样啊 哎 我问你们几个问题 嗯 当然这问题呢 我们认为很犀利 也许您认为不犀利 但是我们也就只能做到这点了 哈哈 看看你们几位怎么回答 好不好 好啊 行吗 出个题我们听听 嗯 这头一个题啊 是 我们听听犀利不犀利啊 哎 就是比如说 哦 你媳妇或者你的女友 我们另一半吧 对 嗯 的闺蜜 哦 凌晨一点 哦 拍了拍你 列位 你们做出什么样的 回应 我没有女朋友 不是 哦 你先回答是吧 嗯 你打算先答是吧 好 你来你来你来 拍了拍了 我站哪儿我 你那边你那边 要不我抱着她得了我去 你那边你那边 没地儿了这个 好 就是半夜一点 你女朋友的闺蜜 拍了拍你 我没有女朋友 不是 你没有女朋友 不是这个就是个比喻 你不能比喻我有女朋友 你这个事情又非常严谨哪 不是 你得告诉我我女朋友叫什么 嗯 没有 没有 你随便找个女朋友 我现在都能随便找个女朋友了 你随便找个女朋友 不行不行 不是 那咱这得提 咱这得成立 你得告诉我她叫什么 她多大了 星座是什么 我得跟她合不合呀 我们俩 胖瘦怎么样 最起码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女朋友 不能比我聪明 你太难找了 要不然我 你太难找女朋友了 要不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明白啊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 你说问题都可以 但是咱们得让我这问题存在和成立 那好 你刚刚问什么 你女朋友的闺蜜 我连女朋友都没有 我哪来的女友闺蜜呢 不是让她得找一个闺蜜啊 闺蜜叫什么 你女 多大了 不是 星座是什么 她挺处 你得告诉我呀 我们俩要和 我们俩晚上她拍 她怎么拍的我 你你你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在床上正睡着觉呢 突然有一小手上来 就就就就 不不不拍 你多慎的哼啊 不是这 你想的太慎了 她不是拿小手拍了拍你 她是拿手机拍了拍你 拿手机 拍不行我也是 她手机她手上有一个功能 就是拍拍你 微信里 微信里啊 你是真傻 还是跟我这装傻呢 微信里啥时候又拍拍了 你醒醒醒醒 演出呢 怎么拍呀 就就一摁的那头像就拍了 就那个呀 对对对 她拍了拍你 你怎么办 你会打 哈哈哈哈 这我让我过来了 不是她是没词的是吧 她就不打了是吧 她就放气氛啊 我跟你说 你要再聊一分钟 你得埋南京 我跟你说 太烧脑了 跟她聊天 这个问题 你问什么 你再问我一句 哈哈哈哈 她也没记住 你也没记住 屡屡私讯 你女朋友啊 啊 或者你爱人 的闺蜜半夜一点 拍了拍你 我媳妇的闺蜜 一般都拿板砖拍我 哈哈哈哈 你怎么得罪人家 不是 就说你说那拍 怎么拍呀 怎么又一这样的 不是 手 手机 手机拍你跟她聊啊 跟她聊 但是你的问题呀 哎 手机的问题呀 嗯 比如说拍一拍是吧 对 哎 问她啊 为什么你拍我呀 哎 你这这 怎么这 发过去了 我这又拍我口气 我一放一屁 一会 嗯 这是 来信息了震动 回信息了 哎 这 你睡了吗 我我我 别别别别着急啊 那闺蜜等于回回来 睡了吗 对问我呢 好那你怎么办 回她呀 睡了 怎么跟你回回信啊 哎 这你 又又发出去了 对 好 这撤回不了了 她又来了 这是 讨厌 就回了一个讨厌 就回讨厌 那边回讨厌 对啊 哈哈 没赚了好 那该该该你了 我的问题啊 这个 你老公睡了吗 嘘 发出去 哎 哎 唐人 回信息了 我老公 他早睡了 他不像你 毕竟人家是总队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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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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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呢 还简单 我我听明白你的意思 嗯 就是等于是 我媳妇半夜拍了拍你 是吧 对 恭喜你了 恭喜你了 太怕我睡不着 行行行 就聊聊天嘛 我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了啊 就是如果就是闺蜜要拍了拍你的 你还是回复 那当然了 还是跟他聊着 得问为什么拍啊 行行行 聊聊天 明白你意思了 哎 该你了 那颜色还是真环保 是吧 咱们的问题那我听明白了 就是 我的另一半 我媳妇 她的闺蜜凌晨一点 拿微信拍了拍我 又跟您说一遍 对吧 是这问题吧 对对对 她的闺蜜凌晨一点拍了拍我 嗯 她为什么凌晨一点拍了拍我 确实是这问题 她为什么凌晨一点拍了拍我呀 确实时间很晚了 哎 她为什么凌晨一点 她拍了拍我呀 这道理在哪儿 她是不是群拍呀 不是这玩意儿有群拍吗 没有群拍 群发是吧 对没有群拍 那就那就是拍我 就是拍你了 是吧 照理拍呀就是 她她拍我 嗯 她是不是想拍我媳妇啊 她 她 她要拍我媳妇的话 她直接她就拍我媳妇了 对呀 她是不是想让我媳妇拍我呀 她拍你媳妇多好啊 说的是她 那她就是 她就是针对拍你 她是不是拍我的话 她是不是怕我睡不着啊 那你拍她 那你拍她不就更睡不着了吗 那她是不是怕我睡眠质量不好啊 一拍睡就更差了 那我就那就一定是有正事 正事 有正事 有可能 有正事的话 她是不是找我接快递 她拍你让你接快递 道夫是吧 不不可能 不可能 那她是不是 她是不是找我 她有 她是不是找我有演出啊 商演 商演 不 你太 你太财迷了 你太财迷了 演出 没有半夜一点拍的演出啊 她是不是缺捧根的呀 不不不不 这都 都不对是吧 这这这都是好的 你死心吧你 她万一有 有什么急事 有什么坏事呢 万一她想到坏事有危险 那闺蜜有危险 她万一有危险 怎么办呢 对对吧 万一被坏人劫持了呢 都已经被坏人劫持 她要拍拍你 她提醒我呀 她万一她迷路了呢 迷路得要拍拍你 对 所以说 怎麽办 人身安全方面 一考虑的话 那其他的问题 那都一切都不是问题啊 好 所以我必须果断的 怎么 划开评索 谁是 把她拉黑 生死不管 不管了 不管了 我媳妇闺蜜 我媳妇管 对对对 对吧 有事拍你媳妇 拍我媳妇 拍我干嘛呀 好好好 一个是没回答上来 一个是跟人聊两句 对 一个是果断拉黑 对 好好好 对 对